五弟對佛的了解 佛唯妙的一切智慧的了解 是以種種的觀而得到 而不是還沒有達到自己實證 智慧而得到 這兩者有一點點的不同 境界上不同 如是官替雖唯妙 未得無外甚解脫 這五弟的境界 對佛一切智慧 可以明白 可以了解 但是他是以觀而得 未得無外甚解脫 這也就是影射一個 到了五弟以上的時候 對佛的一切思維 想法 種種不可思議 能夠 心理神會 只是自己還做不到 也就是說到了五弟 才真正能夠了解 如來治是如何 了解是一回事 成就是另外一回事 以此人生大功德 事故超過世智慧 縱使只是對佛呢 如來治能夠清楚明白 這個都可以產生不可思議的大功德 單單明白就是不可思議大功德 以此人生大功德 事故超過世智慧 所謂三界內一切的智慧 這個三界內最高智慧呢 是在哪裡呢 大魯漢 在五弟的時候呢 他就超越了 大魯漢 一些智慧了 觀察替以 之有為 技官替以之有為 對於各種真理呢 種種的真理呢 法決運行呢 都以明表 都以明白 技官替以之有為 有為是怎樣呢 就是接著下面來句 體性虛位無堅實 這就是有為 對於有為呢非常明白 所以他現在呢 順便把它分斷 在原文裡面的話 原文裡面呢 就知道這個有為呢 是體性虛位無堅實 有為呢 三界內的一切的現象 都非實相 三界如共法 體性虛位 無堅實 德佛慈敏光明分 諸佛呢 以大悲呢 浮光浮照 皮膚洗身 德佛慈敏光明分 為力眾生求福祉 德佛慈敏光明分 德佛慈敏光明分 為力眾生求福祉 其實把這些把握得好 掌握得好 跟各菩薩的心量 跟所形呢 就越來越相應了 關注有為 先後記 無名黑暗 愛殘服 關注有為 三界內這一切的現象 先後記 先後記 先陰後果 這一切的因緣纏繞 是個如何呢 無名黑暗 愛殘服 就是種種的束縛 種種的無名 所以各位我們大家呢 能夠用佛法來思考 真的是人生啊 完全不同 能夠做以佛法呢 佛慎大法呢 來做為行為 不僅僅只落在無名之中啊 當然我們還是造了很多的業 隨時隨地都還是造很多的業 最少呢 有那麼些剎那時候 用佛法 佛慎道啊 思考啊 行事 流轉持回苦去中啊 就是 輪回了 因此在這中間呢 不斷的輪回了 無我無人無壽命啊 他在這裡呢 告訴我們 解脫之法 要怎麼樣 無所束縛啊 無我無人無壽命 愛取為因受來苦啊 一切的苦呢 是因為啊 自我束縛了 執著所愛 愛取為因受來苦 譬如說你啦 不喜歡出名 不喜歡出風頭 不喜歡去被人家注視 那就 對名呢 就淡補了 但是呢 想要一天都很出名的人 不能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想要出名而不可得 那就是 心中就 很惱怒 做個不平 所謂欲求邊際不可得 什麼意思呢 一個人的慾望 永無止盡 有了這個還想在哪一個 永不滿足了 什麼時候人會滿足呢 放下個手 什麼時候呢 這個滿足呢 可以改變了 為眾生的手 欲求邊際不可得 這個 迷望漂流無反旗啊 迷望漂流無反旗 啊 各位菩薩看我們眾生啊 各位菩薩看我們眾生啊 這麼多佛菩薩想要度我們 那該先度誰呢 先度相應的 相應的最快嘛 他心念如是你一相應 就很容易被度了 所以基本上面 我也很常跟大家講啊 一些基本功課的最重啊 運載介蛇 豬介 健 五運六四 這是各種我們的身心狀態 運載 介蛇 這個健呢 這個健呢 指呢 我們的六根六健 豬健健 各種呢 我職我健 自以為是 心佛猛志 痴暗眾 這些呢 都是五弟嘛 看眾生啊 各種的無名啊 喜悉啊 喜悅啊 愛河飄轉不暇關 苦海淪敘雀明島 唱起來很像歌仔戲 就像三界內的眾生們就是這樣子 都沒有呢 都沒有呢 有這種紀言 還好看一下實相是什麼 愛河飄轉不暇關 苦海淪敘雀明島 在苦海裡面 三界內 都沒有指引的明燈啊 都沒有指引的明燈啊 如是自以情經盡所作 皆為度眾生 還是一樣 了解到眾生的這些問題以後 並不是呢 摒棄眾生 不是呢 對眾生不屑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要知道的心量 所作皆為度眾生 所作皆為度眾生 不是看我們這麼糟 就不屑我們 不 他就是看我們這麼糟 要起更大的悲怨 就是我們跟菩薩 今天的差別就在這裡 名為有煉有惠者 乃至絕節方便者 這個菩薩 怎麼稱呼他呢 稱呼他有煉有惠者 就剛剛講的武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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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信 念 定 會 五根武力 乃至絕節方便者 那 真正的覺悟呢 解脫是怎樣呢 就是能夠以 所解脫的 所覺悟的 來方便度化眾生 習行福治 無厭足 我們講 自己得通往正道的兩個人 習行福治啊 就自以得 無厭足 無厭足 目的是什麼呢 恭敬多聞不疲倦 好學之心啊 修行精進啊 那真是成就的最基本 好學多聞不疲倦 國土向好皆莊嚴 等各位呢 所提到的 我們努力了 聖進途 開始 這個因緣開始了 再來 努力就要做 國聖事件 國土向好 皆莊揚 如是一切為眾生 你看看一切的根本 還是在這裡 這一切的為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我們眾生 好 好了 最後一段 收到這裡 拜拜 拜拜